大家好,欢迎来到言论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六四大狂欢 放眼望去,都是一片春意盎然,万物复苏 动物们又到了,不对 这个民运和轮子们又到了可以领加班费的季节 我觉得六四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庆祝的这么一个事情 对于支持民运的人来说 当年的学生都是勇士,追求美式民主自由 对于反六四的人来说,六四这一天同样值得庆祝 万幸他们当年失败了 柴林跑来美国,被神父性侵 乌尔开西做了台湾的女婿,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其实从个体的角度来说 想要实现理想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错 既然认准了,那就去追梦吧 这一辈子也算活得很充实,我觉得挺好的 就在今天早上有个朋友兴致冲冲的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 内容是一个中国男族的前球员,现在要跟海外民运 还有班农联手要建国了 要搞一个什么中华联邦还是什么东西,具体我记不清了 说真的,我连这个人的名字我都不想提 因为这跟我一段童年阴影有关 其实我这个人小时候非常喜欢足球 但就是这帮人帮我把这个爱好给彻底的借了 人们以前提及他的名字是因为他球体的烂 以后人们提及他的名字也许就会是因为他笑话讲的好 这不知道算不算是一种人生的进步 之前这个前男足球员跟方方打的火热 一唱一和的配合得非常融洽 就连崔永元也不止一次表现出对他的仰慕之情 我不知道他建国之后这两个人能不能谋个一官半职 所以说这做人的眼光真的非常的重要 您各位攀龙富凤,顶多攀一个富二代或者白富美 你看人家的水平,直接攀了个国富 做人的差距就是这么大,你不服都不行 所以你们以后在微博上调戏方方的时候一定要放尊重一点 没准人家明天就变成国务卿了 我觉得挺好的,看着大家依旧开心的扯着蛋 分享着自己的喜悦 就像是喜欢动漫的,大家可以聊聊动漫 喜欢旅游的,大家组团出门旅游 就像是后浪里说的 在今天,你们只凭相同的爱好 就可以结交千万个跟你一起建国的朋友 看到前浪们都这么浪 我觉得我们真的没有任何理由不好好享受自己的人生 我今天纯粹就是闲聊 我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说心里话,我其实对于当年那些参加学运的那些前辈 是有一份敬仰的 说实话,我是发自内心的尊敬这些人 当然除了那些投机主义者除外 包括对于刘晓波也是,我很尊敬这个人 都是一群抱着为国为民的理想才出发的年轻人 就凭这一点,我觉得值得我这个后辈去尊敬 但是作为后辈我也不得不说,他们当年做的事情是错的 我为你们的理想动容,但也为你们的失败庆幸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回过头看看自己的视频,有时候去反思一下我自己 我现在觉得我们是不是对他们太苛刻了 毕竟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困苦的年代 毕竟我们现在是站在上帝视角去审视当年发生的事情 其实我一直在想,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让刘晓波承受了一些本来不应该他承担的东西 对我知道他有违法行为,但是他也承担了那部分的责任 但是我们今天对刘晓波的评价会不会很大程度上就受了这个所谓的和平奖的影响 反而开始去避免提及李文亮,他是英雄啊 对我知道他只是个眼科大夫 我也知道他还没有来得及上前线,但他就是个英雄啊 我们应该好好地缅怀他 不要因为某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沾染了我们珍惜的东西 我们就干脆放弃去守护他,这么做是错的 这是轻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刘晓波也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违法,自己承担后果 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其实就是为了恶心中国才颁给他的 从某些方面来讲,他其实也是一个受害者 就在前不久李文亮的遗孀在微博上发表了一篇声明 据说是美国议员要求中国驻美使馆的一个路段改名为李文亮广场 得知这一消息很是难过 文亮是一名共产党员深爱他的祖国 他若有知,一定不会允许有人借他的名义来伤害他的祖国 对我们全家来说文亮是最珍贵的回忆 也是最大的伤痛 我们真的不想再有人拿文亮来炒作 说来惭愧,我这应该也算是又炒作了一次 在这篇声明刚出来的时候 我一直忍着没有提这件事情 就是想等热度过得差不多了 我再说 我长话短说 不要因为某一个或某几个浪催的下流美国政客 就让我们自己去伤害我们自己的英雄 我就是这个意思 前两天有好几位朋友私信我 说让我聊一下这个五个一政策 但是我一直没找到时间 今天就一起说了 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 但是其中有一个小留学生私信我 他说他现在也被困在美国 他身边有人就听了油管上那些反华自媒体的言论 就觉得中国政府简直糟透了 就在那骂中国政府 这个朋友就觉得非常的苦恼 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开导他的朋友 就来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去开导他的这些朋友 这个问题简直太棒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如果你找到什么办法开导你朋友了 你开导完他们之后 麻烦你也来开导一下我 因为这个事情我已经骂了好久了 已经是五个一了 为什么不可以五个二呢 这一和二之间差别就有那么大吗 然后等这个五个二了呀 我就可以骂 为什么不可以五个三呢 为什么要阻止你朋友骂中国政府 全世界有哪个政府不挨骂 挨骂是政府的本职工作之一 但是有一点你得搞清楚 不要把你的那些朋友跟那帮货色 就这么简单的画上等号 我们骂是为了尽早回家 但是那帮孙子们是为了让你家破人亡 你说这真能一样吗 还有一些朋友问我 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嗯我也没什么看法 就是觉得很不爽 我本身玩飞行 所以认识一些国内的飞行员 我就问他们怎么飞机现在这么少 他们告诉我一方面是因为怕疫情 从国外传入 毕竟美国已经领跑全世界很久了 而且飞行员和机组有点不够用 可能您各位不太懂啊 就是你飞一趟美国回去隔离14天 然后马不停蹄的再飞第二趟 然后回去再隔离 等你再出来就一个月 一个月一个机组最多就只能飞两趟 然后他说你们都知道飞机上很危险 难道机组不知道吗 人家也会害怕的 所以这个在飞行之前也许还需要领导做做工作什么的 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飞的 我也非常能够理解 就像是飞行员 要当上民航级的飞行员真的非常非常难 您首先要学小飞机 要飞很久积累飞行时间 然后去这些航空公司再培训再实习 再积累飞行时间 很辛苦 而且每年都需要做体检 如果因为得了新冠 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 他的职业生涯也许就结束了 所以您在坐飞机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些人 他们其实也很不容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现在能包机有五个一 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 虽然我的机票已经被砍了五次 让我很是不爽 但是您想想这种百年难得一遇的事情 就让我们碰到了 那就认倒霉呗 那就再等等吧 不过好在现在美国的社会秩序 还算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老老实实躲在家里问题不大 现在川普拿我们这些人当人质 不过我相信 只要川普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买卖去谈 那么总有价格谈拢的时候 如果您有十万伙计的事情 需要回国 也不需要慌 联系当地的大使馆 他们会帮你 也就是我现在自己就被困在最刺激的纽约 要不然这些话我还真不敢说 免得又被人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最近这两天看着美国街头的抗议示威活动 我真的是感触颇深 就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 就在路上每天下午都会有集会示威 但是好在到现在为止一切都很和平 除了明显增多的警车之外 一切都跟以前一样 大家喊喊口号 互相拥抱 互相鼓励 来往的车辆也会鸣敌以示支持 但其实我看着他们觉得挺悲哀的 因为我知道不管他们闹成什么样都不会有任何改变 就像是奥巴马前两天的电视讲话讲的那样 大家不要指望这次游行活动就能改变什么 但是他也鼓励大家要有信心 要解决问题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可是从我的角度来看 如果美国这个国家不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政治改革 按照现在的既定政策走下去 时间再久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什么都不会改变的 这两天游行示威我也看了不少 有不少很温情的画面 比方说黑人小哥会给警察去送水 国民警卫队和抗议者一起下跪等等等等 虽然我原本是打算幸灾乐祸的 但是看来看去我发现 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善良的人和善良的事情 之前有朋友在我的视频留言区里面留下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I can vote I can protest but I can't breathe 我觉得这句话用来装点六四 我觉得特别合适 用来纪念一段神话故事 只要西式民主了就能怎么怎么样 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唯独不会发生 你只要怎么怎么样 就一定会怎么怎么样 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么理所应当的事情 今天的西方人他们很多人其实都不明白 今天他们看起来理所应当的事情 其实只是一种幻觉 而支撑这种幻觉的东西就是过去西方几百年 烧杀抢掠还有科技上的一些进步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西方被彻底的神话了 但是随着这一次抗议示威活动的落幕 应该被一同扫进垃圾堆的 除了抗议者在街上留下的垃圾 我觉得还应该有包装西方的这些神话 不知道您各位还记不记得当时就是在武汉刚刚爆发疫情的时候 BBC说中国需要的不是封城而是民主 哎呀希望这帮脑残现在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他们不仅需要封城还特么需要口罩 希望他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了他们也会得病 民主的井棍抽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也会劈开肉绽 我觉得这种神话破灭了真的是一件好事 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好事 对灯塔来说只有当这个神话彻底破灭了 他们才会回头去看看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 去反思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 只有这样像是今天George Floyd这样的悲剧才不会重演 否则这不是第一次游行示威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的 对于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件好事 因为神话破灭了墙也就该倒了 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 墙这种东西它早晚都会倒 它是有自己的生命周期的 就像是长城 它也许可以挡得住骑兵和弯刀 但是它挡不住飞机还有大炮啊 没有价值的东西你说还留着它干嘛呢 之前有个朋友私信我说他说他想要回国去买房 但是担心国内会出现革命 搞得我有点懵 我一下都不知道该说啥 他说他有点焦虑有点忧虑 我觉得大可不必有这种担忧 你担心的事情有很大的概率是不会出现的 该买房买房该回国回国 反而是今天的美国 需要你担心的事情反而还会多那么一点点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今天的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 就是因为他懂得去进化 而且他不会去抗拒进化 就像是鱼为了下水 他就必须得进化出塞 他为了游泳他就必须得进化出鱼鳍 我们现在明明都处在这种时代的大潮当中 你已经在水里了 你告诉我你不要鱼鳍 你也不要鱼鳍了 那你这不就是找死吗 问问你自己 你看看今天的中国人 尤其是年轻人 有几个像是脑子有病到要重回革命岁月的 今天美国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们拒绝改变 拒绝去进化 在我这里历史就终结了 我就是完美的 所以说他不会输给中国 他只会输给这个时代 对于美国这条鱼来说 最讽刺的事情就是 这个时代的大潮就是他搅起来的 无论是互联网还是全球化 他都是领导者 就有这么一个老爷子 他叫约翰·加尔通 挪威人 和平发展与研究中心的创始人 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和平学之父 他曾经就在苏联最强大的时候 预言了柏林墙的倒塌 还有之后苏联的解体 他对今天的美国也做了一些不好的预测 今天时间有限 我就改天再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就只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他的故事 在他小时候 当这个德国纳粹占领挪威 正值这个纳粹德国最强盛的时候 他的父亲就预言说 希特勒一定会惨败 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 如何停止这一切 听过我之前视频的朋友 可能还会记得关于纳粹的故事 其实就是一个 为了实现自己编造出来的神话 最后活活撑死自己的故事 想想当年的德国还有日本 其实不都是活活把自己给撑死的吗 他们为什么不见好就收呢 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如何停下来 看看今天的美国对于全世界的掠夺 还有军工复合体的贪婪 没有敌人也要想办法塑造敌人 为了华尔街不顾美国人的死活 但好像美国老百姓也非常习惯这种节奏 再看看今天在街上抗议的人群 我们要停止种族歧视 停止警察暴力 但是要怎么做呢 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不停止美国这些 大家都知道不好的事情呢 这个地球就这么大 你再膨胀又能膨胀到哪里去呢 美国这个国家真的非常的优秀 它优秀到可以快速的扩张 但唯一的遗憾就是 它也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 以什么样的方式停下来 就像是人身体当中最优秀的细胞 癌细胞 它就是最优秀的 能够快速的生长 汲取最多的资源 但是它唯一的缺点就是 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停下来 如果你不能在这种优秀的细胞 占据你的整个身体之前 进化成一个全新的物种 那么最后等着你的就是死亡 今天无论你去看一些学术论坛 或者是政府的一些报告 你都可以清楚的看到 今天的中国政府非常明白这个道理 不光是中国政府 大部分的亚洲国家 其实都明白这个道理 但遗憾的是 今天许多西方人不懂 尤其是美国人 随着时代还有科技的进步发展 今天的中国只会进化成一种前所未有的生物 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当中 它不一定会是进化最好的那一个 但它绝对会是最能适应环境的那一个 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这个样子 现在要改 估计也挺费劲的 至于有些外国有人担心说中国会不会回到类似于毛的时代 对于这些朋友 我只能说你们既不了解毛的时代是什么样子 也不了解今天的时代是什么样子 咱们最后再说回到这个六四吧 我觉得六四从89年6月4号那天开始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它一直在继续 但推动它继续的并不是当年的参与者 更不是今天的那些海外民运 而是不断进化的时代 遇到了一个崇尚如是道的民族 外加一个读过进化论的政府 六四当年的参与者们在我的眼里可能更像是一群 明明还没有进化出鱼塞鱼鳍的某种生物 但却急着非要往水里跳 所以这可能也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吧 好了今天就聊这么多 这个就随便跟大家聊聊天 希望您能喜欢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